南韓總統文在寅再次要求日本直接面對慰安婦問題 日本在2015年與南韓達成協議 由日本提供800萬美元建立一個基金 用來幫助那些曾經在日本軍隊當中充當慰安婦的依然在世的南韓婦女 協議還要求日本首相安倍晉三 對日本在1910年到1945年野蠻侵略朝鮮半島期間日本軍隊的行為進行道歉 不過南韓總統文在寅星期四在紀念1919年反抗日本殖民者起義的周年活動上表示 這份協議並不意味著日本可以宣稱這件事已經畫上句號 文在寅表示解決慰安婦問題的唯一途徑是記住歷史以史為家 日本內閣官房長官菅義偉表示 文在寅的講話令人非常遺憾日本政府已經向首爾提出正式抗議 要盡力的曲抗議 永烈 사람�炸總統文在寅義上 永烈傳出 人工歷史以來 永烈成奔 為英文在寅和四在建立的 人工歷史以來 一切成為歷史以來 最大的解決慮 每個解決慮 要卻經养 … 感谢观看